中文字幕 李宗盛 周教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是你把我的課表也看得起對不對 拜託你給我裁軍所有的課表好不好 所有的課表 我怕會出事耶 我絕對不會跟別人說是你告訴我的 放心 可是為了表現我的誠意 這是我的一點小心翼 我覺得他很適合你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要幹什麼 我跟你說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就不要隨便選邊站 什麼選邊站啊 再怎麼站也不會站到你的表 你就這麼討厭我 低此低調 喂 喬周 那邊我應該看很丟的 你幫我放開 你到底想幹嘛啊你 去上你的課啊 你 我 幹什麼啊 我跟你說 你殺不在這樣 我就跟你沒完美了 你們要一直去喔 那太好了啊 我們自己想去吃美式餐廳嘛 而且肚肚醒客 好 那走走走走 是往那邊 就說往那邊嘛 對不對 走走走 你現在到底要怎樣 才俊 我真的很喜歡你啊 你不要對我那麼生氣嘛 好不好 你已經選擇別人了 你可以尊重你自己的決定好 我後悔了 我覺得還是你比較好 所以那個叫什麼 Cannery的 他自己先跟財俊提了分手以後 又後悔跑回去挽回他 你完全答對了 人之所以會成長啊 就是要勇於慘烈地面對自己 那個女的當初Peter 他現在一定很厚 好 Cannery 我很謝謝你記得我的好 但我們真的來不及了 Cannery 崔俊 是我錯了 這樣可以嗎 你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聽我講話 Cannery 來不及了 一個那麼兇 一個又怪你男友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耶 Cannery 歷史 是不干你的事 吃你的漢堡就好了 不對 我應該要離開這 不好意思 我要打包帶走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當初一樣 我現在喜歡上別人 你騙人 你一定還是喜歡我的 你到底哪來的自信 因為我懂你啊 其實裁俊 對Cannery已經很包容了 本來要跟他說 只要他離開那個難得 就可以既往不救 但Cannery還是很果斷的分手裁俊 我真的有喜歡的人 我 我 發自內心 譬如